Hi 大家好 我是威士尼 这边我要介绍ASP.NET Core MVC 在MVC里面的Controller 在MVC里面 他把应用程式的架构分成三个部分 分别是ViewController跟Model 我们依照工作 角色功能的不同来在区分 首先我们先来看Controller 他所负责的范围主要是在于网站的动作流程 主要是处理用户的要求与回应的这些控制 也就是说当一个网站 收到用户的要求的时候 要去哪里取得处理这些资料 最后要将这些处理好结果这些获取的资料 要在哪一个检视页面上面呈现 所以有关于这个动作流程控制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由我们Controller负责的 所以说Controller的控制器 也就是MVC这三者运行的起点 那他也是控制我们MVC运行的主要的核心的角色 好那他最重要成员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Action的动作方法 那这个Action的动作方法呢 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所散写回应的这些程式的单元 那放在这里面执行 那这个包含有我们前端的资料接收 还有Model相关的资料的提取 那这里面有可能会包含一些资料库的一些存取的部分 好那最后呢再回到我们再回传这些动作结果 这些回应的程式呢 基本上都是在Action这个动作方法里面运行的 好那我们之前有说 当用户他在浏览器的网址列输入网址之后 然后他把它送出 这时候呢他会产生一个叫Request的要求 那Request要求之后呢 这时候端点的路由就会来比对 所有应用程式里面中所定义的这个Endpoint的端点 那在里面呢 我们要找出最匹配的这个相关的端点 然后呢最后执行相关联的尾派 最后我们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初始化 去找说他到底是对应到哪一个Ctrl的控制器 然后最后呢我们再去 里面Ctrl控制器里面呢 再去调用他相关的Action这个动作方法 OK然后来执行我们相关的这些处理 相关的程式的部分 好那所以说在Action的这个动作方法里面呢 有可能他会对那个model 就是那个模型那边呢会进行一些资料存取 假如你有写一些商业逻辑 或者是一些功能程式在model那边的话呢 像资料库存取相关资料 那那边的话就会跟model会进行一些关系 OK那如果这边也有的话呢 他就会到那边model那边 顺便把资料处理完 然后提取回来之后 那最后我们要把它传到我们指定的view 就是检视页面 OK所以说我们的这个Action呢 你可以发现之前我们的范例呢 他执行的最终都会传回一个 I-Action Reload的这个物件 OK那I-Action Reload物件 其实他的传回有很多种 我们之前都是介绍的是view的这个解释页面 其实他还可以传像纯文字档啊 Jackson的档案啊 或是一般的档案 这个二元串流等等 这些物件那 完成了之后呢 最后呢我们就会去找到这个相对应的view 然后最后我们再用使用这个view engine 把转译输出网页回应 然后给我们前端使用者可以看到 他的一个整个处理后的结果 所以说Ctrl的他就是负责接收使用者要求 去协调我们model跟view 最终呢来输出相关的回应 给我们这个使用者用户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桌面上的范例 我们接下来看浏览器上面的画面 好在上面有三个文字输入框 那我们可以分别在上面输入1跟2 这样的数字 然后最后按下相加 这时候的话他会把1跟2 传回到后端式武器 那做这两个数值的相加的计算 也就是我们商务逻辑处理的部分 最后呢再把我们的相加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3呢 返回到我们目前的这个页面来 然后把它填到我们最后的这个文字输入框 呈现出来 OK那这整个计算的过程呢 也就是我们Ctrl的那边所负责的 好那可以看到画面上面 这些文字输入框 还有这个按钮的button 还有呈现一个水果的这个清单列表的一个表格 跟下面的超连结 那这些部分都是我们view的检视页面所产生出来的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始码的部分 好网页原始码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很完整的html文件的架构 包含这个html的标签 然后head的段落跟body的段落 OK那这整个段落呢 你可以看到里面还有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文字输入框在缝表单里面 这三个文字输入框 然后再加上这个button 然后还有下方的刚才看到那个表格 组合出来的html这个格式 好那可以看到 以目前看到这个页面的话 就是我们放在我们的view检视页面那边 然后所呈现出来的 当然他有些结果的话呢 其实是从我们controll的这个action 动作方法 或者是有些是跟那个model那边所取得的资料 然后最后呢 再丢到我们的这个view检视页面 啊透过viewengine的方式呢 把它组合成html的这些程式相关的内容 然后呈现出来 那我们在处理这个相加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先把这关掉 他其实的话呢 是在我们这个controller是home control的里面 那有一个叫index的工作方法 是在这里面所那个处理的 然后最后呢 在返回的时候呢 也是返回到他相对应的这个 home control的里面的index这个检视页面 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画面上看到的 这样一个呈现的结果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view studio 那个编辑系 那看一下我们程式码是如何散写的 我们先来看检视页面的内容 我们的view10资料夹 打开之后呢 有个home资料夹展开 那一个叫index.cshtml的检视页面档 我们把它开启 好那这边有提供一些相关的说明呢 给大家参考 那大家再看一下 好那我们看一下方的部分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下面这边呢 有放置了一个html的文件 那里面有完整的header跟body的这个段落 我们看到body这边呢 有一个phone表单 这个一个段落 那里面的话有放置我们刚才画面上看到的文字输入框 还有这个button按钮 那文字输入框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input的take里面 我们有个叫value的这个属性 这个值的话 我们有塞入这个viewdata 这个资料检视支点的物件 那这个的话呢 主要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资料可以在controller的h那边处理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把资料丢到我们的这个view的检视页面来 那这个丢资料的方式 我们可以透过viewdata 这个物件来帮我们完成 所以我们刚才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 123相关填入的数值呢 也就是viewdata 这个物件来帮我们完成的 好那下方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table的这个take 那整个表格的标记里面呢 下面的这个产品资料项目的列举 我们透过for-ish的方式 把这些放在model 就是模型里面的这些资料项目呢 把它easure把它列举出来 所以才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些 这个水果的相关的这些资料的部分 好那因为这个做法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看这个画面的for-ish的这个做法应该可以了解 那这个是他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的一些栏位等等 那我们上面呢 因为这是我们从control的里面的action动作方法 我们透过这个action-reload的方式呢 传回的所谓的资料模型到我们的解析面来 所以我们上方即使有宣告了这个要传回这个资料模型的这个相关的宣告 可以看到他有指明是哪一个装案里面的model 里面的哪一个夸达model的这个类别 那所以说我们有宣告了这个东西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control的里面做哪些事情 control的这个资料夹里面有我们这个装案底下所有的control的类别档 好那我们目前有一个叫homecontrol的这个类别档案 好那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好那你可以发现control的本身是一个类别 那他去继承了这个control的这个类别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套用到所有的control的里面所提供的功能 好那我可以看到这个homecontrol的本身来讲 他是我们control的名称 那后面的话呢他一定要带一个叫control的这个名字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叫他叫homecontrol的就是这样一组名称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网页的部分 我们在存取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只会存取到前面这个名字就是home这个名称 这是一个control的 那后面这个index就是我们这个A型 里面的这个A型的动作方法的这个名称 好那我们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以control来讲的话呢 那里面我们带有这些 i-action-relate的这些动作方法 那本身来讲这是他的回传的 是以view的解释页面 为回传的这个结果 那下面的话我们还有举其他的 我们也可以用那个content-relate 也就是他传回结果可以是一般的文字档 那也可以是json-relate 一般的json的文字格式 ok那我们这边还会有这个过滤器 动作过滤器 那这边动作过滤器他套用httpposter 限制动作方法直接受http-toaster的请求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index这个i-action-relate的动作方法 我们展开之后可以发现 他里面有两个参数传入值 分别是value1跟value2 那这两个都是字串形态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代表我们那时候在view的这个解释页面 这里有个input这个文字输入框 那里面的名称也就是这个内的名称是value1跟value2 ok那所以说我们这个透过方法的这个参数传入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接收我们当初在view 解释页面上面的这个文字框1跟文字框2 它的相关的这个值 那透过这个value1跟value2传送下来之后 我们分别指派给我们所宣告的这个字串变数 那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它来判断 我们所传入的值是不是无值 OK所以说我们这边之前在ASP.NET MVC的时候 我们是使用request form 再加上这个文字框它的一个name的名称 这样来判断是不是无值 但是因为在这个ASP.NET Code的环境底下 这个已经无法适用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改用下面这种就是方法 然后代入参数这样一个方式做判断 好接下来当表单传入的参数值都不是无值值 也就是我们index这个方法所传进来的value1跟value2 那这个就代表我们当初所设置的文字框1跟文字框2的值 都要有值的情况下 那我们这边才会去做相关的处理 那我们会去把文字框1跟文字框2的值 先做一个整数的转换 然后分别指派给我们的这个整数变数 那最后我们才可以针对文字框1跟文字框2的值 让它呈现出来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input这个tack里面呢 它的value这个属性呢 我们这边都有去放我们这个viewdata这个资料指的物件 那才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所看到这个文字框 从有这些数值会产生出来 好那所以说可以看到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一个很完整的把tack的在action 这个里面所方法里面所处理的这个相关的结果值呢 我们之后再返回到我们这个view的解释页面上面去呈现出来 我们这里有宣告跟建构一个产品资料模型类别的操作案例 那这个pada model这个类别 它会帮我们把这个产品资料的项目呢取出来 那我们这时候就会把它传递到我们的view 解释页面上面去做呈现 那也就是我们网页上面所看到的这个产品项目 那下面产生出来这样的一个表格的结果 好那这个产品资料模型这个类别呢 我们是写在我们的这个model使资料夹下面有个叫做 这个pada model.cs 程式档里面 好那我们把它挡开 挡开之后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里面呢有宣告一个pada model 就是这个类别 那这个产品资料模型的这个类别里面呢 我们有宣告了三个property的这个属性 OK那下面还有宣告了一个叫 getpada data这个属性 那这是一个方法 方法的它的传回值的话呢 是list这个办形集合这样一个形态 那中间的话就是我们带我们自己 所建立的这个类别 这个行名的那个名称 好那我们看一下里面方法写什么 方法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是用那个list 然后用一样我们自己的这个资料 这个类别的方式呢 我们去建立了一个物件 那这个是一个产品资料的物件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加入我们的这些集合的项目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些资料 这集合项目把它加进去 那因为它本身是一个list 这样的一个办形集合的这种行别 所以我们传回结果的话呢 当然就是传回我们这个 跟我们这个相同的这个list的这个 这个办形集合的这个行别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回音 控制了 控制了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边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view的这个 returnview的这个检视页面 它本身来讲 它传进来的是一个模型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去调用我们这个pada这个model的这个 物件 那里面我们去调用它的getpadadata 就是我们把我们那些产品项目的那个 的模型呢 把它透过view的方式把它传回去 那所以这是一个检视模型的结果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同名的这个index的检视页面 那上面的话呢 我们一样宣告 因为我们等下会来存取 我们的这个专案下面 那它的这个model 下面有个叫padamodel 就是我们的产品 这个资料的解释模型 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它使用的是i-new label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的这种集合的形别 那有宣告这一行之后呢 我们下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用我们的foreach的方式 去把它列举出来 那列举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里就是我们那时候所建议的那个property的属性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栏位的部分 然后就可以去指明它 然后foreach把这些资料的项目一笔一笔 去把它列举出来 然后我们后来有用那个tr跟td的html表格的方式呢 再去做一些组合 那才可以看到页面上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那所以说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做这个controller里面呢 我们其实可以去呼叫我们这个model上面 所定义好的一些模型的这些资料 然后呢最后在我们透过我们的controller这里呢 去把它传送到我们这个view解释页面上面去 那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 一个运作的方式 好那我们来看index1这个action result的动作方法 好那我们知道当我们每次这个action result 所传回去这个view的解释页面呢 必须要与它同名的这个方式呢 它的解释页面它才可以对照得到 那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指定 我们到底要传递到是哪一个解释页面的名称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view里面呢 我们直接指定了我们这个动作方法 我要传递到的是index1a这个解释页面的名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view解释页面下面 我们有建立一个叫index1a的这个解释页面 那我们打开这是它的这个内容 好那所以说你看我们如果我们这时候 我们去执行index1的话 好你可以发现它这边传进来的 并不是index1的这个解释页面 它反而传的话是index1a的这个解释页面 好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明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去指定 我们要传的这个解释页面的名称 那时候它就会直接传到我们指定的 那如果你没有去指定的话呢 它就会去传到这个index1的这个解释页面 那问题是我们这边并没有去建立一个 叫index1的解释页面 所以说这个样子传的话呢 其实系统是会找不到这个页面的 好那另外的话呢 假如说我们先改换 假如说我们直接来去执行index1a的这个解释页面 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假如我们现在直接去找这个index1的解释页面 你会发现它竟然找不到这个网页 那是因为我们这里的话呢 我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叫index1a的这个 action reload的这个动作方法 所以说除非是你在这边你有去建立一个叫做 这个index1这样子一个动作方法 这样的话呢 它才能够去传回到它自己的这个 这个index1a的这个解释页面 不然的话呢基本上是会找不到的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index2 它这个做什么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示范说 其实你的这个iaction reload通作方法 我们是可以传入参数值 那传入参数值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比较特别是它的int 这边还前面还有一个问号 那这个是代表说 这个参数呢 它如果这个问号的话 代表它是值 传入值是可有可无 所以说你要不要传入值 它都可以接受 不然的话以int来讲 如果你没有传入值的话 它其实是会产生错误的 ok所以说这边的话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括号的用意 好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 它可以把传入的值 我们把它指派给我们的这个viewdata的 只要检视字典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在index2 这个检视页面上面可以看到 我们透过viewdata的方式呢 去把它呈现出来 好那我们这边来做个执行 假如我们去执行这个index2的话 好可以看到它现在目前没有资料 那我们这边要下它的参数 ok好 假如我们下参数的话呢 那这里我们可以按 按下去之后你可以发现 送出之后会有这个1跟2 它参数所输入的这个值 好所以说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里面也是可以传参数 这样子透过viewdata的方式呢 把这些参数值呢 然后在我们的view 解释页面那边去做呈现 接下来我们看index3 这个iAction Relial的动作方法 会做什么事情 我们展开之后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当初我们所建立的 那个产品资料模型的这个类别 它的这个产生出来这个实力的这个物件 那我们这里要试着把这个 物件里面的这些资料项目呢 我们要指派给我们这个viewdata 这个资料检测试点 然后呢传递到我们这个view的 上面去做这个资料的呈现 好那所以可以看到我们 回到我们的这个view 的这个index3的这个解释页面来 好那上面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上面我们有use 我们要来操作这个 专案下面这个models 这个命名空间相关的东西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 这边的话呢我们的viewdata 这里呢它其实已经传上来了 那我们直接要把它 放到我们所这个 宣告的这个iList 这个泛型集合的这个 这个名称这个物件名称上面 可是呢你会发现如果你 我们这里有再加一个耳石 然后去强制的明确 我刚才讲说我们的 这个viewdata 这个资料检测试点物件呢 它是属于这个型别的 这样一个资料形态 这样的话呢它这个viewdata 才能够丢的进来 不然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加耳石 后面的这个指名哪一个 资料形态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是没有办法指派过来的 会产生错误 好那指派完之后呢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在下面 直接的用forwich的方式呢 然后去把这个 刚才所指名的这个资料模型 的这个物件呢 去把它的项目取出来 然后呢 依序把它列举出来 那也就是我们看到画面上面 OK 那这个的结果 index3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那我们这边特别说明一下 用这样的方式呢 取得了这个产品资料模型资料 基本上它是一个弱形别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资料的这些栏位 其实是没有办法明确的去指名 它到底是哪一个资料栏位的资料 那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自己手动方式 直接把它打上去 假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名字 要是打错的话呢 它产生就会直接产生错误 在debug阶段是没有办法去查明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 假如说我们一般编辑器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是可以在item后面按个点 然后呢 它会有相关的这个栏位 那个让我们去选择 问题是你可以发现 它这边完全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就代表说它其实是个弱形别的物件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直接 系统没有办法预先知道说你到底 这个item的这个物件里面到底有哪些栏位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必须完全靠手动方式去打这个栏名 如果你有答对的话 当然它可以显示 如果你打错的话 它就会爆出它的栏位是错误的 就没办法执行 好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用viewdata 这种方式在传递资料的时候 必须要小心注意的 好这是index3所做的事情 我们来看index4 这个I-Action Relial 动作方法会做什么事情 好 那里面我们把我们之前所建立的这个产品 资料模型呢 里面的资料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要透过view的这个方法呢 把它传递到我们这个view的检视页上面去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物件里面所调用的这个get quara data 取出来的这些产品项目的这些集合呢 我们放到我们这个view的这个方法 这个括号里面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检视模型的方式 把这些资料传到我们的这个同名的index4的这个检视页面 好我们开启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我们有宣告 我们现在要来存取这个 我们专案下面的models的这个产品之道模型 那它所定义的形态呢 是i-enew label这样一个集合 这样一个范形的形态 好那下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使用voish的方式 把我们这个资料模型里面相关的 栏位的项目呢 然后去把它列举出来 那这边的话呢 有做一些html 表格TRTD的这个相关的组合 那也就是我们那时候页面上面所看到的那个 产品的结果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看好像调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所建立的 也就是这个这个画面的结果 好那我们特别说明的是 如果采用这样子的方式 如果上面有去宣告我们的明确的模型 它的一个类型的形态的话 那这样是属于一种强形别的损取方式 所以说我们在编译的时候呢 在编译之前我们的这个 这些栏位形态基本上都已经确定了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可以在这边使用 我们的工具呢 直接的可以来选取我们这些相关的栏位形态 好我们这边就可以选择我们这里的栏位 你可以看到它就可以明确去把它选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有输入栏位错误的问题 因为它在编译之前它就已经可以先确认了 假如我们这边栏位打错的时候 它也会有这个提示 红色的提示 所以就会变得比较方便 好那所以这是强形别它的一个好处 而且它的执行速度基本上也会比较快 因为它都已经有明确的这个形别存在了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这个index 4 那我们这样的操作方式呢 基本上是跟我们当初的index 的方式是一样的 好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用view 这个方法里面所传进去的 所以它这个也是一个强形别的这种方式 好那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动作方法 它相关的传回值 那我们目前呢 我们都使用 action-relaut 这个动作方法的传回值 来传回我们的这个 一个view的解释页面 那其实呢 它的传回值 也有其他下列这几种方法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content-relaut 另外一个就是json-relaut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content-relaut 它本身来讲的话呢 它会传回一个存文字的内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假如我们这边来 执行这个动作方法的话呢 好可以发现 它这边传回的就是一个 存文字的这样一个内容 好那如果我们执行的是json-relaut 它本身来讲的话 它会把我们所建构 这个json的这个项目内容的话呢 变成一个json格式的文字形态 ok 这是一个json的 这样一个内容的部分 好那除了这两种之外 其实它还有很多 这个我们的这个action 它的一个传回值 那这个的话我们后续呢 在针对每一个常用的这种 action这种 传回这种形态来做一一的介绍 给大家知道 那另外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还有在 方法的前面有套用了一个这个 这个过滤器 那这个的话呢 它会去 我们限制我们的动作方法 只接受http host的请求 那你可以看到 下面这边呢 基本上它有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把我们这个 request phone的这个表单 里面栏位的东西呢 把它接收下来 然后呢去产生传回结果 ok 那因为这个我们有限制 它只能接受http post 也就是类似 就是你用那个表单里面有subme 将那个方式传回到我们后端伺服器 它才允许接收 它不允许我们直接使用 网页的方式 就是在网址列上面直接打的方式 来传入 那所以说假如说我现在使用的是 假如我去执行这个 phone request 然后我这里直接传入的是 然后我这里直接传入的是 我们用网址get的方式传入的话 这个username的这个名字 好这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没办法运作 因为它找不到这个页面 那就是因为这个过滤器把它给挡掉了 因为它只接受http post的方式才可以执行 那这个一样这种过滤器也有很多种 这个我们日后再慢慢的去把我们比较常用的 这些过滤器 去依序再把它介绍给大家知道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control的这些 比较简单 让大家应该要知道的这些项目 来做相关的介绍 让大家知道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针对ASP.NET code MVC 在MVC里面的control的介绍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那我是威斯利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